嗨,大家好,我是罗超阳。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工作的事情, 看一看在职场中大家究竟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呢? 面前的这个男人呢,叫做Peter。 Peter是一个刚进入职场的中年人, 那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这份新工作就在这座办公大楼里。 这座办公大楼有几十层高,非常的宏伟。 Peter决定走入这份办公大楼好好工作, 争取赚更多的钱。 那进入办公大楼入职之后, 首先,他获得了一张办公桌, 这样他就能够在办公桌上办公, 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空间。 在办公桌的后面呢, 有一张办公椅。 这个办公椅带有轮子, 坐在上面可以自由地摇动, 非常的轻松, 这样即使坐很久也不会累。 在轻松的状态下, 也更容易让人发挥出工作的积极性。 另外呢, 他还从人事处那里领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这台笔记本电脑是不可以带回家的哟, 只能在工作的地方使用。 但是这个笔记本的电脑也有非常新的功能, 能够满足处理文档、 发邮件、 还有视频等等功能。 Peter看了看自己的工作环境, 觉得非常的满意。 自己进入这个大公司, 有了自己的办公桌, 有了办公椅, 还有了笔记本电脑, 实在是太开心了, 装备很齐全。 那Peter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刚坐下, 旁边的同事就来跟他打招呼了。 Hi,Peter,你好呀。 Peter说, 你好,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这个女士说, 我叫Lucy, 我从人事处那里知道了你的名字, 你叫Peter, 很高兴认识你。 Peter说,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以后请多多指教。 那Lucy说, 没问题, 小意思,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就来问我吧。 那汤姆认识了新同事, 这个同事呢, 就叫Lucy。 Lucy很热情, 接着汤姆又找到了自己团队的领导, 那团队的领导把团队的成员呢, 都介绍给Peter认识。 团队的领导说, 你好, 我叫Jasmine, 那我们这个团队主要就负责一个研发, 希望我们团队的人都能够好好的一起配合, 共同把研发工作做好。 那Peter说, 没问题, 一定听从领导的吩咐。 于是, Peter和团队中的所有人呢, 也都认识了。 团队中的人都很友好, 大家都对Peter露出了自己的微笑。 在认识完了自己的新同事之后, Peter就去喝咖啡, 那在喝咖啡的时候呢, 又碰到了另外一个同事。 这个同事呢, 叫做Dizzy。 Dizzy说, 你好, 请问你是新来的同事吗? Peter说, 对呀, 你好,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Dizzy说, 我叫Dizzy, 很高兴认识你。 那Peter说, 啊,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以后请多多关照。 Dizzy说, 啊, 没问题, 以后有什么问题, 就来找我吧。 那Peter跟Dizzy相谈甚欢, 大家一起喝了咖啡, 成为了好朋友。 在认识完同事之后, 就要认真开始工作了。 Peter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打开了电脑, 与同事们呢, 一起开始。 进行研发工作。 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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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 他打字很快, 思维也很灵活, 迅速地处理完了大量的工作。 那过了半个月, 大家在研发工作上呢 遇到了一点瓶颈 遇到了问题 要怎么去解决这个新的问题呢 好像有点困难 那这个时候团队的领导呢 就组织大家一起来开会讨论 那所有人都来到了会议室 在会议室中坐下 由领导开始在白板上写字 大家一起讨论遇到的问题 以及应该用什么方案 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Lucy呢 也出谋划策 给了很多的建议 领导还有团队 都对她刮目相看 觉得她很聪明 大家认真的记了笔记 决定在以后 一定要尽快的克服这些困难 解决问题 开完会后 大家就在一起继续工作 按照会上的部署去解决问题了 大家开始加班 看也有同学喝咖啡了 这些同事喝了咖啡 熬夜 大家一起去计算这些数据 大家都带来了自己的电脑 带来了笔记本 加班加点 争取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又过了两个月 大家终于把项目完成了 把问题克服了 最终把这个产品交给了客户 客户呢 觉得非常的满意 于是给了这个团队一大笔奖金 皮特拿到了自己的薪水 并且呢 也获得了项目一大笔奖金 他觉得自己的努力 终于获得了回报 以后在这个公司 他决定要继续认真地干下去 要努力地多赚钱 在个人的职业上 获得更好的发展 好了 这就是今天 皮特进入职场的一个故事 大家觉得 皮特做事是不是很认真呢 如果你在职场中 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不如在留言区中告诉我吧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了